今天又是向了某個時間 首先跟大家道歉 Benson 黃教授 因為有些事可能出席不了 他可能在期後之後的幾個星期出席不了 不要緊 由我一個人講 本音樂今天請了一位嘉賓 但那位嘉賓病了 所以越省一面 這位嘉賓是一位小女孩 在港大讀書 她比較特別是參加了今屆區議會 她最特別是代表社會主義行動 和社會主義民主連線 參加元州區和蘇屋區的這兩道 合同選區的競選活動 當然她是輸了 我相信大家看向左網的人 不多不少都有關心區議會的選舉 其實區議會選舉的戰果 或者其後帶來的一些討論變化 以至到這個選舉在左派政治裏面的位置 當然是大的興趣 我今天就這個問題 講一講 剛才那位小女孩鄧美晶 是其中一個社會民主連線的成員 參選 莊營是大家突出了一個標題 就是一個所謂今次的議題 就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慘敗 即是社民連所謂全軍盡物 包括小弟在內都全部輸了 而人民力量除了一位物業成議員之外 是能夠競選到連任之外 其他人都輸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這個選民 尤其是這個保皇派 就說選民是摒棄了這個所謂激進力量 另一方面來說也有些所謂泛民的議員落馬 其實最令人所謂關心 就是有一些所謂立法會的議員被淘汰 包括李卓人、李永達、陳淑莊 包括我在內、梁國雄 其實基本上都是屬於泛民主派 包括陳偉業 我們首先講這五個人 李卓人本身是公盟秘書長 亦都是支聯會的主席 他的落選剛剛好是在他自己有辦事處的選區裏 輸了給工聯會 亦都是打著為工人服務的一個親共工會組織 一位年紀輕輕的女性候選人 這個當然大家會說到底是投工聯 為何是投工盟 而李永達亦都是輸了給一位比較年輕的民建聯的女性 陳淑莊就在中區的選區 輸了給自由黨的一位年輕人 我就特別不同了 我就輸給一位更加老的人叫喆國謙 而陳偉業那個就不計 因為陳偉業本身他去的時候都打算沒有勝望 只不過是令到何俊仁落選 很顯然他的目的達不到 所以其實廉格來說 包括我越區去挑戰民建聯的副主席葉國謙 和陳偉業去挑戰民主黨的主席何俊仁 其實勝負一早已經分了 即是我們沒有想過是贏的 所以其實是不計 而李卓人 李永達輸給民建聯的一位工聯會的民建聯的女士 而陳淑莊就輸給自由黨一位新人 這個解讀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得出 第一個就是選民的轉態 這個在山頂區的選區 真是非虎則貴 公民黨在上一屆為了陳俗莊鋪路去選立法會議員 亦都因應著2003年七一效應 去奪取自由黨的橋頭堡 即是說一向都是支持自由黨的選區 亦都沒有任何人挑戰的選區 得到勝利其實是2003年的一個餘熱加起來 在2003年的七一之後 45條關注組的前身 即是所謂大狀邦 在政治氣候裏面 中產階級是厭棄保皇黨的一個結果 其實公民黨在中產階級的成份裏面 是失票 意思是他們其中一個主要的選票來源 開始不出來投票或者不投票票 其實不是始於今日的 2003年之後我們當然知道2007年的選舉 其實2007年的選舉 陳淑莊才奪取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危險 因為2003年的聚焦的點 就是何秀蘭去今次選的選區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正誅於2008年的選舉成績 或者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其實2004年的中產階級還是 所謂中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 或者一些不是基層的人士 而且對於公民黨的支持是有的 但是是慢慢減弱的 這個在2008年的地區直選 其實我們看到在新界西的選區公民黨是輸了 在九龍西的選區公民黨是輸了 只不過在港島區這個余若薇排第二來 就是吹谷陳淑莊做議員的時候 是都是很民 而在九龍東的梁家傑也是選到 但是票數不是增長很多 大家不要忘記 梁家傑在2007年的特首假選舉中 已經出了頭位 而湯家驊在新界東 雖然當選 亦都在這麼多個候選人裏排第六 當然跟他差的票數是一萬左右 但其實你看到公民黨 他主要的其中的票源中產階級 其實對於他們已經開始有一些轉變 我不知道到底是投了對面的票 還是沒有出來投 我相信沒有出來投的機會是大些的 如果否則的話 即是民主黨或者民建聯 應該是有票數的增長 我在2008年都看不到這件事 換言之就是陳淑莊輸的位 還有一位就是湯家驊 湯家驊也是代表公民黨在新界東選 亦都輸了給一位所謂第一承承主的現任區議員 即是他連任的 陳淑莊之輸亦都可以了解 當然陳淑莊之輸 其實他上屆都是很平均的去贏 即是他上屆贏對方不是很多 今屆只要有一部分 他選民不出來投票 或者是有些人轉了個頭去對面 他就輸了 現在看到他的選民是不夠自由黨的多 即是說在以前投了有登記而沒有投票 或者新增登記的選民 即山頂區是投了自由黨 是令公民黨輸了 而湯家驊對成主亦都抱著試下的心態 其實得就得不得 可以說逐一句 就說得就得不得就不得 因為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他是選不到區議員的話 他都是回去選立法會議員 當然今屆有一個因素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民主黨和共產黨 勾結了之後 有一個所謂新增的超級區議員選舉 如果你要是超級區議員的候選人 你首先要做區議員 然後再拿15個區議員的提名才可以得 所以很多政黨都希望 就是去到五席的所謂超級區議員 打開個票源 因為這樣可以令到他們 在立法會選舉裏面 多一個灘頭的陣地 包括大家說的 就是善中佳 民主黨的副主席 亦都很落力去反對五區公投 促成超級區議員的新選舉制度 他亦都輸了 所以大家就在這裏說 這些明星不行 其實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一個候選人 如果他一個敵方的選區 或者一個選區根本不熟悉 他沒有辦法在之前做這個地區工作 其實他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當然他的知名度 是較於其他不見傾存的候選人 是可以說是沒有需要再介紹自己 但是如果沒有地區工作的話 當然他的知名度 是會讓他在地區裏面沒有裝腳 或者沒有不同選民不熟悉 是打翻一個折扣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李卓人和李永達的選區 所以很明顯是公聯或者民建聯 是用了一招 就是用一個較為有年青的 和一個婦女票打敗他們 大家要明白 一個女性的候選人其實有好處的 就是大部分的女性的選民 可能會偏向於投回自己性別的候選人 除非那個候選人是非常之差 就是白穩瀕對麥克風也有這個例子 我稍後會慢慢說 很簡單 其實總的來說 除了傳媒的炒作之外 李卓人第一次競選區議會議席 不知道是怎樣的 而公民一向在區議會議席的選舉上 所以輸給公聯會一位新秀 雖然大家覺得似乎好像很惡然 其實也有其中的因素就是 在天水圍裡面 公聯會投了大量的資源 去對天水圍的新增選民和一些失業貧窮的人 進行了提供服務 提供民儀康體 或是齋蛇餅種令到他們覺得是親近 所以如果你勉強來說 即是說 蟬仲佳輸是輸有道理的 因為那個區域根本是別人的 所以其實真是輸的話 其實就是李永達和李卓人 李永達為何會輸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他們用一個新的形象 提供服務的女性 他對一個已經是別人見了很多年的立法會議員 當然是在這點上 隨著在選舉之前的一系列政治的 所謂泛民主派被建制派的攻擊 例如這個外傭事件 例如這個所謂施華福 這個港珠澳大橋 這些事件 或者包括說 就是暴力政治 9月1日的船長會場 在諸種因素之下 是輸了我覺得一些都不奇怪 所以其實全會在炒作說 這一次的選舉 是代表泛民主派或者激進政治的沒落 其實是不太公運的 因為你看看這麼多個 其實全部都沒有必性把握 相反來說你說 有誰在這麼多個 所謂七個、六個的白法會議員 有誰在自己的選區是輸的 沒有 所以你去開發一個新選區 或者在你自己的 勉強來說就是李永達有經營過選區 李永達有經營過選區 這兩個人的輸當然是 不可以入下去 所謂 代表了泛民主 泛民的一個潰敗 總體來說 反而我想交代社民連 社民連有四位議員 現有議員被淘汰 阿牛輸45票 其實未有社民連之前 他已經是區議員 只不過是社民連成為了一個加入 他們兩個地區工作應該有一定程度做到 所以他們的票數都不是太差 尤其是曾建成 我相信社民連的分裂對他有一定影響 為何呢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社民連分裂了兩堆人民力量 兩堆叫做社民連 大家都知道人民力量仍然不停批評 或者扎爛 或者辱馬社民連 包括我本人在內 你想想 舉個例子 如果以三個人來做一個 我們去 作為一個分析的模式 一個工具 毓民的選民 一定不會投社民連的票 唯一不會投我的票 大舊 他在全國的影響比較小 所以其實計算的數目比較小 即是說 毓民是透過分裂 令到他在社民連的票員 永遠都不會回到社民連 亦都透過追擊或者殺馬我們 辱馬我們 是令到他的擁躉 即使不投票給對方 亦都不會再投票給社民連的代表人 相反而言 相反而言 即是說 當他去否定社民連 或者好像我這個人做的事 令到他的擁躉不出來投票 或者是不投票給我們的時候 社民連原來沒有分走的那批人 現在這個社民連的擁躉 亦都不會在選區 是投票給何詠民或者陳華業 更加不要說人民力 因為人民力比較龐雜 所以其實這個分裂所引起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有很多人覺得 投不投也得不投 第二個就是說 在各自的選區都損失了一部份 由於這個派系鬥爭分裂 而造成的選票流失 所以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失敗 似乎一早已經可以看到 實際上這個社民連的四個議員 其實都是有其可拜之道的 第一個就是我講述白韻瓶贏 麥國鋒的選區 其實上次麥國鋒 只不過在樂會選區 拿到40%的選票 即是不過一半 如果我們假設 那60%的選票是屬於他人 如果今次是單一的候選人挑戰他 其實只要那個單一的候選人 是拿回上次選民的六成選票 其中的90%已經贏了國鋒 當然 今年社民連是共產黨的肉中刺 眼中釘 其實他都部署 會將社民連的區議會議員 全部都擊敗 所以白韻瓶之所以走進去 第一就是他將上一屆建制派不能協調的現象減低了 因為只有一個候選人 第二就是在過去四年以來 新增的選民登記裡面去著力做的話 其實只要拿回上屆不投麥國鋒的人 他如果有出來投的選票 再加上新增選民就會贏麥國鋒 這也是麥國鋒為何會輸的原因 因為我相信麥國鋒雖然在上一屆拿了票 但其實他都不過上一屆的50% 所以別人是拿上一屆的多過50%的票 再加上新增選民裡面的票 當然是會打敗麥國鋒 這個在陶君恒的個案裡面 大家比較震撼 因為他在他的選區做了20年的區議員 一向都傷口無恥上一屆梁安琪高調挑戰他 其中一段的對話 到今天都仍然在網上看到 梁安琪的表現 梁安琪的表現這麼差 一早高調去 第一就引起了阿土的警覺 第二就是令大家嘆為貫恥 所以梁安琪的失敗可以說是不可避免 但經過四年之後 這個建制派的保守派由中共去統籌 在他的選區裡面是鞏固他們的新增選民的數量 去造成一個反先的基礎 通過爭取這個所謂裝腳的支持 令到原本支持開陶君恒的裝腳 或者受這些裝腳影響的居民 要是不投票 要是投了對面的票 當然是陶君恒輸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如果以我了解 陶君恒到最後兩個星期的時候 原本一個支持他業主立案發團的主席 突然間轉態 而且力指陶君恒爭取某一些地區裡面的小型工程 或者改善的一些設施是爭不到 就說太空群的對手是爭到的 其實有機會爭到或者真的爭到 其實這些事情爭不爭到是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個在地區裡面有很大網絡的人 尤其是他的網絡原本投入在陶君恒的人 當他一反口說的時候 就是陶君恒整個競選部署一定是爭解 第二個就是所謂非庸問題的問題 我想非庸問題和社會議會裡面的抗爭策略 可能亦都是其中一個當陶君恒的裝腳 或者他們地方的勢力一轉向的時候 拿來攻擊陶君恒 所以有政治亦都有部署 所以在這一點上 全部輸的人都有理由的 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社民是一個非常細的團體 如果共產黨是要用它的人力、財力、物力 是伏擊我們四個人 其實是卓卓有餘的 其實在這一點上 當然社民可以說是因為罰棄不居公投 以至到對中共政府 以至到特區政府的衝擊 令到他們成為眾矢之敵 當然那個分裂亦令到我們更難集中我們的票員 這是可以解釋到的 但問題是何謂潰敗呢? 潰敗的意思是票數非常低 其實你立馬去加上 社民加上民民力量的票數 其實雖然少了 但仍然在立法會議席的競選上 仍有可謂 即使在我們最低潮的時候 而共產黨已經出盡法寶的時候 其實他們能夠在選民在競選的過程中 將我們打到一拜塗地還是很遠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舉我的選區一個例子 即是我挑戰葉國謙 我的選區是怎樣呢? 就是2003年一直都是葉國謙獨大 因為那裏是西環也有很多潮州人、省籍 以至到左派很多機構或者學校 也經營了很久 他們在地方經營了很久 提供服務 以至到有飲食食也提供了很久 所以沒有人挑戰他 只不過是2003年的時候 葉國謙表現得很差 他是23條國安條例草案 在香港立法會裏面 其中一個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 即是他是親自主持這個立法 亦都講過很多嘲弄七一遊行的話 所以在那時候 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那一區的選民全部出來了差不多 就是一千八百多票 對一千八百多票 何秀蘭只不過是以六十四票 來贏了葉國謙 所以我們看到 大約有三萬六千多到三萬七千個選民出來投票 這是最高投票率 在2007年 因為何秀蘭不去選 有位何來女士 何來女士也有事上來TV說話 去選的時候 這個官同選區的選民 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轉向 就是二千七百票對三百票 都贏了何來 大家要看到 就是有六百個人沒有出來投票 如果我們用2003年比2007年 有六百個人沒有出來投票 六百個人沒有出來投票 我認為就是民主派的票 要不就是不想出來投票 要不就是基於甚麼原因 我不知道 就不要出來投票 而葉國謙在2007年 拿多了九百票 我相信這個就是 在2003年 有些人轉投了何秀蘭之後 又回去投了她 這個說法是怎樣 第一就是何來 完全是在區裏面 沒有知名度 亦都沒有辦法解釋到她去做甚麼 所以很多人都是 我想在2007年 轉態支持何秀蘭的選民 又回去支持葉國謙 今次我去的時候是怎樣 即是上次不見了六百個人 今次就是所有六百個人回來 今次就是2700票對900票 即是回復到2003年 何秀蘭主動挑戰葉國謙 她兩個較量的時候 最高投票的人數 你基本上可以肯定 葉國謙已經全力以赴 拿回那2700票出來 可能她還有些票 基於各種原因 她沒有叫出來或沒有出來 而我代表的選民 是多了六百個人出來投票 即是說葉國謙是贏的 因為我去了三個星期 其實一個比較高知名度的候選人 以及以政治議題為重心 不是說只會越來越少票 而是實際上會換起泛民主派的 選民出來投票 所以我一區來計 你說我輸也不輸也不 其實葉國謙是沒有得著 沒有多拿到選票 反而令到多了六百票出來 很明確支持我或者泛民主派 當然中間有很多是因為泛民主派 是否葉國謙支持我 還是支持我鄭剛而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支持我個人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就知道 所以其實你如果分析 經過了這麽長的分析的話 其實民建聯 如果我們說區議會選舉 反制民主派 其實在1999年已經出現了 即是說1999年的時候 在1994年的區議會選舉 因為選完之後要過渡 直通的時候 所以沒有選舉延至1999年 而第一次回歸之後的選舉 民建聯已經有實際的票數增長 開始在地區裏面用我剛才說的方法 是鞏固票員、增加票員 透過服務令到居民對他們有好感 以至到用這個機制去進行他們政治宣傳 或抹黑泛民已經有成果 只不過2003年7.1的遊行 反對23條立法 他們整個民建聯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不要忘記那一年 民建聯雖然輸了很多席位 但他們輸的不是輸得很多票數 他們那年的票數仍然有增長 即是說在一個最困難的時候 民建聯發揮的貼票作用 那個貼票的意思就是 他們能夠籠絡到能夠說服到的人 仍然有增加 只不過是泛民主派協助這個 2001年7.1效應 是令更加多原本是泛民主派的選民 登記了沒有出來投票的人 大量出來投票 所以兩種的增長之中 有一些平時是很消極的選民 是突然間湧出來 是令到民建聯雖然間 南郭南郎由7月到203年7月到11月 不停地伏票 雖然間做到票數有些微增長 但仍然都是大敗 所以當然政治來說 八個月太遠了 今次在選舉之前幾個政治風波 其實都是對泛民主派或對社民連 人民來的都是不利的 很多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而民建聯也都在2003年之後 是做了一個從政的工作 就是穩住他們整個基礎 開始做新增選民的登記 以及在舊的選民裏面 拉攏他們 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 民建聯已經出現了苗頭 在2003年的基礎上恢復了 他已經是贏泛民主派 所以其實總體來說 我想說的是甚麼呢 當民主黨的成績不是很好 公民黨的成績不是很好之後 對市有一個解讀就是說 有一個解讀就是說 一定要跟泛民主派的激進派或經界線 包括社民同學在內 毓民同學在內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完全不公道的 第一 第一 他們要考慮一下為何他們失票 是否真的由於我們扔東西 令到群眾覺得泛民主派不可為 這個一定要做一個研判 第二 就是 即使是這樣也好的時候 泛民主派是否連策略都要統一 就是說 除了一個共同爭取 雙普選 現在這個其實已經沒有了 民主黨轉了變態 我尚算有這件事的時候 各自黨的策略是否要一致呢 我看不到 如果這樣的時候就不如結變黨 所以 今天泛民主派的主流派 民主黨為首的 公民黨也有和應的就是 要和激進民主派劃升界線 其實是第一 無必要 第二 亦早就劃了界線 選民是不會亂投 我告訴大家 在立法會選舉已經做了這件事 在立法會選舉 我大舊和憶敏的選票 就是和他們互相競爭 之後拿回來的 在區議會裏面 你說 很多街坊說 我五區公投不應該搞 扔東西不應該 這個所謂港珠澳大橋的私下覆核 和外傭的私下覆核 我們都不能夠 因為這樣就去罵公民黨 我們先不要說 是否公民黨的策略 但我們是不能夠因為一個人 是沒有離開他原來維持的政治目標 或者他的一個價值觀念 大家可以完全 以前可以用 以前在一起做 而在策略上面 在這個行事上面 各國法去大家求同存異 去達到所有泛民的目標 第一就是爭取普選 第二就是頂住這個 特區政府的倒退 倒行逆施 如果今天來說 要和我們割蓄的話 其實是沒有深刻地反省自己 為何沒有票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五區公投的票是怎樣來的 這個真是要他們去解讀 而最危險的一件事就是 當他們說要和我們劃清界線的時候 其實隱含了一個意義就是 當保守派、保皇派和建制派 要抨擊我們的時候 他們第一是不會根據他們過去的原則 支持我們在議會鬥爭的策略自主性 第二他可能要加上包內鬧 第三就是如果這些鬧得厲害的時候 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甚至是動意要開除一些 引用這個立法會條例裡面的 即是開除一些令議會不名譽的議員的時候 他們可能是倒窩 這個倒窩即是投回建制派議員的票 即是建制派現在已經有三十多票 只要民主黨一轉態 四十票便隨手可得 老實說如果你公民黨又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那你怎樣解釋 如果要和我們劃清界的時候 別人譴責我們 甚至動用這個立法會的規則開除我們的時候 那你怎樣投什麼票 所以其實這是一非常危險的說法 它是等於默許或者是容釀 甚至是有少許鼓勵 建制派可以動用這個機器對付我們 因為一旦動這個機器的時候 其實是繼續向他們做政治的擠壓 如果他們不投票趕外走 那些人就說他沒有悔過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大家要很嚴肅討論的問題 如果我覺得泛民主派這個所謂稱號 不是哪一個人可以獨佔的 其實已經分了 因為爲什麽呢 如果爭取土選的策略 民主黨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退讓 目標由於它策略的轉變也不是很清晰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存在泛民這個所謂政治的光譜 我真是覺得很懷疑 現在他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也會因嚴接受 因為當一個其他的政治派系 無論是基於終極立場、終止、綱領 以至到行事方法 因為他們覺得跟你分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可抵擋 問題在於我認為分裂的責任 不在我們那裏 我們沒有強迫他們扔東西 只不過他們怎樣看我們扔東西 或者在議會內外的非傳統式的抗爭 或者是一個更加激烈的抗爭 或者是一個對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的 一個猛烈的批評 如果覺得這樣都不行的時候 即使香港民主派 含有一個非常大的政治危機裏面 這個政治危機是甚麼呢 就是一 它已經跟保守勢力、親共勢力、建制派 是差不多了 即是公開這樣說 過去五、六年、社民提倡 以至到參與、以至到倡導的抗爭方式 投了個否決票 那他投了否決票又怎樣呢 可以問 你不讓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甚麼給香港人呢 你反對他們的行事方法 是否限制他們提出的東西呢 比如舉個例子 民主黨在很重大的事情上 這裏面是小對多錯的 很簡單 整筆過拔款 這就比較久了 領會上市 以至到贊成這個兩鐵合併 贊成這個外判私有化 全部事後看上來 都是其實對基層的一個 對基層生活的一個挫傷 亦都是對基層的社會地位 一次公開的譴責 其實在這點上 民主黨已經是跟建制派非常之近 其實它的意思是甚麼呢 除了在普選的過程裏面開放多少席位 民主黨可不可以在這個所謂開放 就是由現在去到2017和2020 兩個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 過程裏面拿得多少東西 至於那兩次是否真的普選 這個民主黨現在到今天 第一不敢搞清楚 第二就是對方不如人意的 所以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覺得現在社民營 或者人民力量或者其他在街外的人 抗爭的手段 譬如現在不服從 用肢體擠壓 希望能夠行使這個示威權利 如果是錯的話 他要給到甚麼香港人呢 在政治上提出甚麼主張 或者如果有政治主張的時候 如果政府不做的話 其實他們說的和平 理性非暴力 其實就是和平非暴力 理性就多餘 甚麼叫理性呢 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的時候 其實漏了一個最大的鬧大動 就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抗爭 或者公民不合作運動 如果香港的反對派 是覺得群眾動員起來可能失控 或者某些激進的人 搞到群眾討厭的時候 其實他有責任就是 在和平理性非暴力之後 不要剝掉這三個字的靈魂 那個靈魂就是不合作運動 大家說 你長毛在說而已 我說很簡單 和平非暴力的抗爭 第一就是不合作運動 舉例 政府不想你做的事你去做 或者是你做一些事 令到政府的統治威信大減 或者運行有困難 舉個例 第一次的不服運動 是甚麼大家都知道 不是在印度 是南非 因為它作為一個有色的人種 雖然印度是第二 不是最下賤的一種 而是其中一種 好像是第二類 好過黑人 但他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他便燒那個身份證 燒身份證是否暴力 我覺得非常暴力 燒了這些是第一 第二是公開這樣 是告訴南非政權 我不會服你 這個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不合作運動 提出不服 香港民主派做過甚麼 是這樣的 很簡單 逮捕機制快來 逮捕機制拿來的時候 他要投甚麼票 如果輸了之後 因為政府拿來的東西 就是直數 其實直數之後 他33票到27票一定贏 37票到23票一定贏 所以我的立論點就是 如果你說我們的政見有問題 當然有草論 政見當然有問題 我們反對最少是民主黨 很多的經濟社會政策 或者是一個 他們在綱領裏面的錯誤 我們是反對的 很清楚 對社會的分析不同 價值觀念不同 到現在就是 以該形成的一些差別 如果在這個 泛民團結基礎下 爭取雙普選 在2012雙普選 或者在2017雙普選 這樣的背景下 或將來出現的 反對33條的鬥爭下 我當然可以合作,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派,我已經看不到合作的空間 我亦知道民主黨要這樣做,這樣做才能夠滿足他們的要求 繼續跟共產黨或共產黨影響之下的一部分轉軌的香港人拿票 要繼續做他們議會的第一大黨 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今天應該有一個了斷 好了,現在民主黨鼓吹劃解,公民黨有響應,蒙染基有響應 他們其實跟郭敏追擊有甚麼分別?沒有分別 只不過一個是在選舉的問題上拿出來應戰 現在選舉之後,他們失禮之後 覺得要將政治責任推給他們所謂的激進派 或者是誤信了他們失票的原因,其實就是由於我們 兩者都是一個推敲、分析的論述 所以民主黨一說了這件事,他第一個要回答 就是他們贊不贊成,將反對派開除出議會 先擊中反對派,如果不是的話,他做這樣的政治轉態 是甚麼意思?可否轉一半呢? 第二個就是他們譴責或者他們現在公開批評的 在議會內外的抗爭,包括肢體抗爭在內 如果是不行的話,那他們有甚麼新的形式 有甚麼新的策略?如果沒有的時候,那就值得講 即是他們只不過是將他們心目中認為會影響他們 當選立法會議員的一個政治障礙掃除了 在這一點上,第一,泛民的色譜是窄了 他們經常說泛民的色譜是窄一些 第二,他們沒有解釋到到底在法民主派裏面 一些激進的人拿到的票數是否屬於民主派 如果不屬於的話,屬於甚麼呢? 到底他們仍然是否泛民主派 以民主黨為首? 如果他們繼續抗爭的話,他們一定要拿出一個策略出來 我現在正在等他們說到底是否和平不服 還是像以前那樣,西莊走到會議裡咬一輪,然後投票 輸了就說這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香港當然很黑暗 大家要開椅,因為這個泛民主派基本上 如果政府拿來的東西是頂不住的 現在很多東西都是政府拿來的東西 譬如未來23條的立法,逮捕機制,全部 現在提商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泛民領袖 都無法解釋給香港人聽 第一,在議會內如何抗爭,揭露它不無能 第二,議會外面發起不服從的運動 令政府感覺到壓力不再一意孤行 其實說回來,和平、理性、非暴力 五區公投便是,提出來的是最和平、對理性、最非暴力 為何今日至之在念,說一定要和我們割藉的人 在五區公投來臨時,他不會掌握一個機會 五區公投就是在香港人習慣的框架裏面 是希望香港人投一票出來表態 到底他要不要五區公投 參不參與五區公投和要不要雙普選 是最和平的,為何他們的原則 作為一個民主運動的原則性立場 在那一刻是不能用的? 這是一個謎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在今次的區議會選舉裏面 我們看到建制派已經是用人力不力才力 可以在小區的選舉裏面達到目的 但大區為何不行?我現在說完就收工了 大區第一,大家要留意就是 民建聯或工聯會或所有建制派 很多自動當選,自動當選的意思就是 泛民主派包括社民連民主黨、公民黨 跟他們對抗是沒有人力、物力、財力 是去到所有區跟他們對抗 所以他們有很多區自動當選,自動當選有何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將他們在區議會的競爭 有一個替代的方案就是 如果你搞不定,你便在那些自動當選 招一個位回來 這是替代的 第二個就是他們做的票倉 當鐵鬥或者在別人那裏埋計算炸彈 是要經過長時間這樣做 計算選民的,增加選民之後的 選民傾向的比較和動員能力才算出來的 好了,在立法會是沒有這件事的,為甚麼呢? 就是立法會是五個大區飄飄,飄飄都算 你不可以說,我舉一個很簡單,怎麼種票呢? 例如舉我那個選區,搬走的街坊 如果不記得轉選區的話就留在那裏 變成他們的新增選民加起來 走了不轉區的選民是超過的 即是那區一定能安保 這就是他們的鐵鬥來源 但在立法會就沒有這件事,為甚麼呢? 你全部票都計算了 你不可以這樣調來調去,是用博弈的原理 做一個鐵鬥,或者用博弈的聯理去掘人的隧道 在下面畫了人的東西,這完全不可行 第二個就是他們既然沒有替代機制的時候 他們自己內部的競爭是沒有辦法 是好像區議會那樣,透過轉區 或者是讓,是來擺平的,即是說他們都有機會 那些票數是投給不同的候選人 而令到他們不能夠好像區議會那樣 是一個集中協調統籌有替代機制 是看著泛民各個選區的情況來吃 這個出現了,在上屆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 曾鈺成和葉劉在港島北商上下 每人都拿六萬多票 令到余若薇不用死 因為如果當日他們做過一個民調是準確的 要是曾鈺成讓票,要是葉劉讓票 今天已經沒有余若薇這個議員 因為他們相差的票數 每一個集團都扔多一萬票給對方 就會變成最大的餘數,淘汰了 另一區就是我區,劉卿是排最後的 而田北俊和龐凱蘭一個拿二萬多票 就拿二萬票 換言之,如果劉剛華的民建聯 加上公民力量做了的民建聯團隊 如果他是把票扔回到田北俊那裡幾千票 即是他十萬票拿太多 扔回去的時候,劉卿已經出局 所以其實在這個問題上 今天民建聯在區議會很特殊的情況下 拿到的魅力未必在立法會裡面 會轉變成為,好像我們現在看來 可以過漲的一個政治力量 第三個當然是泛民主派的問題 如果泛民主派的湧躺 察覺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各自投回自己分票 支持泛民主派不同的候選人 我相信在區議會出現的情況下 會減到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今天主流民主派 和所謂激進民主派 即是社民連或人民力量分家 其實是中了共產黨的計 意思是他一定要和我們決戰 所以其實會令到競爭非常劇烈的時候 可能會浪費了法民主派的票員 換言之就是我擁擠可能 今屆會給我四萬五萬 五萬才可以 就不會上屆自從分票給王成志 或者湯家驊救他們 或者分給劉慧卿 我覺得整個的形勢就是 法民主派的主流派 在一次這麼小的選舉下 手忙腳亂亂說話 我希望他們 我三思 到底區議會選舉的結果代表了甚麼 以及他們所謂和法民主派 現在已經不存在的 法民主派的激進派 那一席代表了甚麼 第三個就是 這個會怎樣影響在議會外面的抗爭 即是說 有很多人不在議會的平台裏面 在外面抗爭 這是互為影響的 第四個就是 很多在議會抗爭的朋友要想這個問題 如果當泛民主派的主流派是這樣的時候 我相信在議會外面抗爭的朋友 支持泛民激進派的朋友 一定要在下一年的選舉裏面 做一些協調的功夫 支持激進派的選舉運動 令到泛民主流派和建制派 要逼殺這個激進力量 在立法會這個平台上 代表香港人發聲 令到這件事不會發生 多謝大家